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台灣星光大道 我們來輕鬆鬆敬敵 先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陳惠文 惠文你好 大家好 黃光琴 光琴你好 大午安 陳富雄 陳大佬你好 有人怕破底 有人想見場 那哪一邊比較對 這個時刻 要用來檢驗 你是屬於哪一種的 就是你是冒進型的 還是你是保守型的 不是這樣 下個節目我才跟你討論 那楊木華解讀一下大佬的意思 我不能解讀 因為他剛剛已經告訴我 他心中的想法 你已經知道了就對了 因為他要等一下下節目 才要告訴你 所以我現在不能解讀 好 黃偉哲 黃偉哲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這個台中市 槍擊案的最新發展 當然現在距離破案 好像是越來越接近了 越來越多的線索 包括修車廠的老闆說 他看過這個兇手 修車的地方不是在台中 不過在台中市議會 每天都質詢這個議題 每天都炮聲隆隆 現在整個質詢的焦點轉向 整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政治陰謀論 我希望市長放精明一點 其實九年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很多事情都沒有做 現在搞得被陰謀穿小鞋 如果可行的話 市長應該辭掉 應該順應民意 他如果能夠把市長辭掉 到中央好好的一搏 我不想叫他選總統 但是我想他在國民黨內很有力量 他應該可以發揮他的影響力 影響中央 好的 我們看到昨天在台中市議會裡頭 藍綠的議員都認為有政治的陰謀 在整個事件的發展上面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民進黨的立委 何敏成的說法 他說這一連串的事件呢 表示胡志強在中央有很多的敵人 給胡志強穿小鞋搞陰謀 他建議胡志強乾脆不要再選市長了 乾脆直接在2012只取總統大位就好 因為呢這個市長的選舉 他可能有很多人穿小鞋搞陰謀 那另外國民黨的議員 黃新惠也有另外一種陰謀論 他說呢命案現場的監視錄影帶 明明只有政府高層才看得到 不過卻流出去給民進黨 他說呢胡志強應該思考 為何台中線的角頭要處理你 中央挺不挺你的這個問題 似乎是暗指總統府的秘書長廖瞭矣 在中間有操作的空間 藍綠都有陰謀論 整個事件已經從這個黑白兩道的 這個爭議變成了政治無間道了嗎 這個主持人剛剛樂觀說 破案就要約接近 大家就等著看 已經有人認得兇手了啊 不是一個修車場老闆 破案就要約接近 話是你講的啊 我們就來檢驗平秀琳到時候 我也不知道你 馬英九的期限是一個月 我不知道你的期限是多久 那我不能告訴你接近是什麼意思 你也要開示一下 這個 我是 你沒這麼樂觀 沒有那麼樂觀 這兩位市議員的講法都很奇怪 就是說 政府高層才看得到監視錄影帶 政府高層是指誰 是你講的料料理嗎 還是金秘書長還是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其實也不看這個東西 或是警政署署長 其實這個問政的水準高下立判 那 為什麼政府高層會去看監視器 其實我去解讀這位市議員的這個意思 應該就是說 你說國民黨的這一位嗎 對 因為民進黨那個沒什麼好談的 你民進黨的立委啊 就是邱毅寅 為什麼說他光碟 為什麼 那民進黨的市議員啊 就那個荒國書 荒國書 為什麼這麼多資料 你怎麼你講 而且他講的很像大部分都對 你事後比大家 那你怎麼知道那麼多 沒想到 那個是他的選區 喔 那是他的選區 日月勝利公司 那謝明多是正常的啊 那個在台中市西區 那個是他的選區 一分局的關係 所以他很熟悉 沒錯 但你知道的不是 霞區的狀況 而是 槍擊命案現場狀況 包括什麼什麼 丟包啊什麼的 你怎麼都知道 這個我不是要去追究 邱毅寅跟黃國書的刑事責任 我是建議胡志強市長說 是不是 就是靜下心來想想說 怎麼這樣 因為這種東西 主持人這種東西 我們是拿不到的 我們記者拿不到 我們記者也拿到什麼 就是人挑戰給我們 故意拿給你的 我們是沒有辦法 爬進去那個專案小組的辦公室 去偷出來 記者是不幹這個事情的 一定只有人故意拿出來 所以邱毅寅說 他接到一個郵件的包裹來 誰寄的 我當然我再講一遍 我不是叫胡志強去破案 我是希望胡市長想一想說 怎麼會這樣 這一次 包括這個民進黨的市議員 就黃國書他們在 上個禮拜在市議會 即將要質詢 質詢說 是不是有四個警察 當然了 一連串這個事情下來 胡市長很聰明 他應該想說 這個不是單純的爆料 他不是典放的 他是一系列 有步驟 有系統性的 有系統性的 丟出資料來 對 那個翹水紅去年的舊文 然後丟出來之後 大家都說 裡面有什麼管理員 他們把管理員弄成罰警 裡面有罰警 又怎麼樣呢 所以我聽說是刻意的操作 那我不知道是誰操作 你說是民進黨幹的 還是什麼台中線的 那些什麼什麼 紅派黑派幹的 這個我不做這些猜測 但是胡市長顯然 有靜下心來想一想的比較 因為這不是偶然的 這是故意的 所以這就是 這一位 魔民黨市議員所講的 為何 假設不是台中線角的 或是誰 為何有人要處理你嗎 如果這資料是 有系統性的丟出來 可是說 我們講的處理 意思不是那個 不是爆料 處理是那個 應該不至於啦 這個議員應該不至於 是這個意思 我們應該講 我要幫你處理 他講這處理 他應該講的不是韓話 他講的可能是 政治上的處理 對啦政治上面的處理 所以就是之前 胡志強也曾經有暗示過啊 他說八大行業串聯 說要他走路 那他有聽到這種風聲 這個是不是都是 同一類的 胡志強怎麼會要他走路 他對八大行業有那麼差嗎 我是轉述胡志強的說法 所以我倒覺得 其實從民意黨的角度來講 民意黨哪那麼大的神通廣大 過去其實 那個貶價的事情被爆料 帳戶存折被拿出來 我們也沒講說是 什麼政治上的那個問題啊 其實我覺得其實 誰有這個 誰看得到那個光碟跟錄影帶 辦案小組的成員 專案小組的成員 所以是專案小組的成員 流出來的 或者是承辦的檢警 檢警 好 那所以說 其實民意黨不可能 這個 那承辦的檢警 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 我們也不可能半夜爬到 他的那個 兇宅去找那個錄影帶 剛好這個沒有弄出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 當然是有人記得 那這個人 我看是專案小組的人 可能也許人家 覺得有人 是不是故意掩蓋一些東西 那我就丟給這個人了 那黃巫帥 那黃巫帥 黃巫帥有沒有看過 我就不敢講 因為他也沒有出示錄影帶 他也講說 講出一些情節 欸 最後講出多少 怎麼都那麼的正確 最後就跑出來 我覺得其實 這個部分 可能 我們也不能 我們也不能說 這個專案小組和檢調 跟民進黨共謀吧 沒有那麼 民進黨沒有那麼偉大 我覺得其實 你是先撇清澄清 民進黨的角色 不是主動 有可能是被動 全民的 因為他們 因為這個檢調 專案小組 隱蓋得太過分 讓人家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他們有可能 借給國民黨的議員 只是國民黨議員 可能不會 你確定國民黨的議員 也有收到嗎 我就可能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 從這個角度來看啊 這個如果就把他放進正式 沒有 如果是邱憶寅 拿到引帶的話 那應該是國民黨的立委 有人拿到 如果黃偉哲 拿到黃偉哲一樣 我一定啦 我半夜就去播了 那你現在去結 那個邱憶寅辦公室的信件好了 比較容易找到 我坦白講 我真的覺得其實 大家回歸到問題的本身 胡志強到底是 背後一槍誰開的 正面一槍是誰開的 我覺得其實 他自己九年來 那你覺得呢 你的分析 他背後一槍誰開的 他正面一槍誰開的 最大的敵人呢 是來自自己黨內的 自己黨內 對嘛所以就跟這個 講得對啊 叫他要想一想啊 你的中央是不是不挺你啊 要你想一想啊 為什麼有人 要處理你啊 這個處理是政治處理 好光景 的確齁 在這個藍綠兩黨的 這個市議員口中 胡志強跟中央之間 似乎有一些問題 尤其跟警戒這邊 有一些問題 我先擺殺不講 我先講民進黨 最近在幹什麼 其實民進黨最近 他們的市黨部 晚上一直在開會 台中市黨部 台中市黨部 陳大軍 他們那個會議 有一天晚上還開到 晚上1點半 就是當台中市這個警戒新聞 到達高潮的時候 那個市黨部燈火通 開會開很晚 比專案小組還忙 對記者要去跑新聞 跟他通電話 他說他現在還在開會 那個子彈是源源不絕的 而且不只是這次的 這個阻殺案件 包括這個胡市長 他未來打選仗的過程當中 他們現在都已經在 收集資料了 所以由民進黨 市議員口中去講 我覺得這有很多 這種政治上動機 如果我也用藍綠來講 或是說這種裙帶關係 或是親屬關係來講的話 秋風光 他跟邱瑩 有沒有一些遠親關係 其實是有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斷下斷雨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講 所以民進黨的市議員 也不能說 用這個政黨的角度 或是用一些砍來砍去的 這樣子去把他兜出一個故事 但是我們注意到 黃國書市議員 他的這個所謂的 資訊源源不絕 而且很多時候 你看第一時間他提出 然後開始在吵對不對 最後幾天都證實說是 他講的是沒有錯的 對 論文代就出來了 對 包括這個打麻將 他第一時間講 包括那個小弟去丟包 只是說現在沒有查出來說 到底為什麼要去丟那個 吾翁啟男身上那個背包 那還有說這個家屬 或者說其他的相關人 跟他講說 引擔有沒有消遲 這個是沒有被證實的 但是其他的部分 我們看陳蘇花 民進黨的市議員 他昨天去質詢一個說 四個員觀景裡面 有兩個是在執勤 兩個是休假 那你們都說四個是休假 有沒有那個回去 消單的這個問題 土改這個價單的問題 後來我昨天查了一下 兩個是在執勤的 兩個是沒有休假的 所以這中間有很多單點 變成一個羅生門 那我要講就是說 胡志強他是遭遇到什麼問題 胡志強他在整體 外界的 或者說整個操作的這個 因為中央沒有給他奧援 所以他感覺上 你九年來 你治安是這樣處理的 然後你處理一下也覺得 你什麼事情都狀況外 從碾絲案到這次 這麼大的一個 這個謹記封擊案 以及這個命案 覺得他處理是 感覺是在孤軍奮戰 雖然我們第一時間時候 我們想說 胡沐元是不是跟他套好招了 他其實早就知道 但是慢慢的 這樣一個 這個 事實慢慢揭露 就覺得說 胡志強 似乎 某種程度 是被隔離的 我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說 第一時間發生 這個 胡沐元 胡沐元跟 王卓軍 他是王卓軍的政敵系 是子弟兵 而且兩個人是 某種程度 這個走出餐廳 還會勾肩搭背 是好到這種交情 裡面的那個交通大隊長 林啟右 是王卓軍當初在 台中市當警局局長的時候 這個把他任用 是交通大隊的隊長 後來在兩任其他的 這個 那個局長任內 才把他調到少年隊 後來 胡沐元區又把他調回 交通大隊 所以這一條邊 其實我們如果真的要追究 誰有責任 我覺得王卓軍責任比較大 因為裡面有他的愛將 林啟右是他的愛將 胡沐元是他政敵系子弟兵 所以在這個管道裡面 胡沐元 他不管是看錄影彈 還是他第一天就到現場 現場桌上就有麻將在那邊 那個水也是熱的 那為什麼你後來說說 是只有喝茶 並沒有打麻將 那你去跟這個 王卓軍報告的時候 你又報告些什麼 那這條 這個體系是暢通的 可是他有沒有在 這個王卓軍禮拜天講說 我們各自去跟高層報告的時候 他有回去跟這個 胡志強一五一十的報告 我覺得這個部分 還是一個羅生門 那也就是說 蘇嘉全他是在30號 就知道有四個觀景在裡面 而且訊息是可能有打麻將 然後他把這個訊息給 這個部分訊息給 那個民進黨市議員去發揮 他自己躲在後面不出手 那如果以5月30號來講的話 那這個時間點是比 這個胡志強禮拜二晚上可能 你說蘇嘉全知道的比胡志強還早 胡志強早 然後又比江一華江部長還要早 江一華是說 當然胡志強是說他禮拜一 5月31號去問胡沐原 胡沐原說還在調查中 禮拜二又去問他說 到底有沒有四個觀景在裡面 他說這個東西還在查 督察室在辦 所以真正胡志強他真正有大動作是 6月3號把王卓軍請到這個面前來說 你是不是給我另外一個名字才換掉 那所以王卓軍6月2號胡志強找他 他也找不到人 這個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你過去曾經在台東市當過警局長 你是胡志強的局長 胡志強真的有這麼大的事情 要找你找不到 直到6月3號你才去 所以整個來講 這個江一華這個體系是 王卓軍跟他報告 那江一華也有往上報 那個吳敦應吳越南也證實 那他也去跟馬總統報告 馬總統健壯還說你講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就跟他講有四個觀景在裡面 他說馬總統回應說那你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就好好跟他講說 這是他那天接受訪問的時候講的 江一華就跟他解釋說 總統這個事情很嚴重啊 好不管馬總統他的那個反應是如何 中央早知道了 可是在6月3號胡志強還是自己在處理 如果你真的把胡志強胡市長 當作一個五度選戰裡面的最鐵 而且是蠻重要的一個候選人的話 為什麼在這個危機處理上面 感覺上中央好像沒有出手 那胡志強胡市長自己在 孤軍奮戰這個感覺 這或許是從昨天晚報 跟我們昨天的節目 包括今天市議員 這個全部上 都在問胡市長這一點 可能胡市長也解釋不了 因為他那天接受 李濤先生的一個專訪的時候 我有注意到一段 我聽起來是我自己有感覺 主持人問他說 那個國民大人 那個商禮為什麼要去 他回答說 我去我是覺得不應該 但是他說不像馬總統 馬總統沒去 他不沾鍋 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然後他後來講說 我不是在捧他 我這時候沒有必要捧他 可是那個話我聽起來 是一語雙關 蠻酸的 意思說好像是說 你什麼事情都不差 都不沾鍋 不處理的話 那留我一個在這邊 面對這麼大的風暴 這個兒子的畢業點也去不了 現在還要在那邊處理 所以我認為說 這中間的確是有一些 這個處理上的一個問題 不過胡市長這一次問題 是出現在自己人身上 還是他低贏的對手 到底怎麼看 政治無間道的劇情真的上演 我的看法不太一樣 我認為這個槍擊案是一個大案 那這個黑白掛鉤 當然也是一個更大的案 雖然在性質上不太一樣 但是我認為到目前為止 台灣有一個跟別的國家 不太一樣 譬如說我在國外21年 類似的案子 絕對不會說媒體 根本就直接在辦案 像這兩三天 我們的友台 就根據了一些 譬如說 這個王舟軍兩度請吃 為什麼不釋放這個袋子 跟那個相片 為什麼他進來這樣說 咬下去 沒什麼事 根據這些證據率 並不是很充分的東西 就下了很勇敢的 下了一個診斷 說這個兇手 跟警戒的關係非常密切 甚至有像美國的說 十幾年臥底的 有這個不孝的警察 退休的警察 說得很勇敢 我已經連續兩天在這裡 說這個案情的進展 是非常的慢 有了一點突破 不好跟警察就拿出來精短 到了最後如果不是咧 那我們友台是說 這個案子不敢破 不能破 也不會破 因為你破了 你就很難看 這我完全不同意 我跟你講今天為了要救 你看節目看得好仔細 我跟你講這個為了要救胡志強 這樣不是事實 我跟你講 我昨天很認真的 坐在我家 演技術 瞪著那個2100 看得非常詳細 我跟你講這個案子 除非馬英九跟王卓軍是笨蛋 不管這個是警察也好 現任的甚至是現任的 越早破 趕快解決了 能夠脫嗎 脫的是一點都不聰明 所以今天我跟你講 媒體辦案要小心 到此難看的是誰 還有第二點就是說 現在就開始講政治陰謀論 這政治陰謀論要求比較好笑 你看綠的我們需要評論嗎 綠的當然趁這一位 這個是選情跟選舉有關係 這是動物本人 這動物本人 所以何敏豪的弟弟講那些話 我們一句話都不用評論 那藍的呢 那藍的我們不能排除 他裡頭大概就是不是他的人 有派系鬥爭 所以他們是都沒有內幕的價值就對了 有紅派 不是 我不能說完全排除沒有 這個價值有輕有重有大有小 就是我們要花多大的精神 其實今天是命案 跟這個黑白掛鉤是主軸 是主線 那現在衍生出來的 那跟選舉沒有關係嗎 選舉現在會不會衍生出另外一個主軸 我覺得是 命案黑白掛鉤跟選舉 現在大家是借這個機會 就是要讓胡志強難看 讓他選得不容易 那不就是選舉嗎 現在藍的 綠的講話我們就不用理了 藍的現在就是消遣他 調侃他 說中央不挺你 中央給你穿小鞋 這個是綠的 那我覺得胡志強 他即使再不能幹 我覺得他這些他在腦筋 都已經想過了 他想過了 如果答案是yes 他又能怎麼樣 如果是no 他又能怎麼樣 他自力救濟啊 但是我認為 我認為我的判斷 我覺得黨中央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怎麼會不挺胡志強呢 現在能夠換兵換將嗎 所以這是一個分化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黨中央已經 或是中央政府 已經能夠挺的 我就盡力 雖然挺得好挺得壞 那是又當別論啦 我覺得今天其實要責備的 就是說胡志強 你一天到晚搞那種 比較軟性的東西啦 就是說這種治安的東西 你在第一時間點 甚至到今天 處理得不好 我覺得該批評的是 胡志強本人 把它衍生出來說 你的背後老闆不挺你 所以你這個選情可怕啦 你是不是知難而退啦 所以換 我跟你講現在換將 當然對蘇嘉賢最有利啊 那我覺得這些衍生出來的 這種不三不四的言論 聽聽就好 可是聽聽就好 但是說他們有沒有一些 這個有機可循 蛛絲馬跡 是可以抽絲剝繭的分析的 莫阿 我覺得現在五都換將 在台中來講幾乎是 機率是零啦 不可能啦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的 你說現在要換要換誰 也就是說如果說 料料理啊 蘭 這個機會很低啦 這真的可以這樣講 你說你如果說現在把胡志強換下來 料料理真的能贏輸家全 其實 以現在目前 即使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我覺得啦 到年底投票的時候 胡志強應該聲面還是比較大 所以現在贏面還是比較高 對 以現在目前這個案情 這樣一直走下去 即使不破案 我敢講喔 即使不破案 沒辦法破案 我覺得到五都選舉 那時候 投票的時候 那投票那時候的一個政黨取向 包括那個 蓋章那時候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胡志強的機會 還是超過蘇家全的 你說這兩個名字 讓大家會覺得胡志強的贏面比較高 我覺得 好 那當然這我個人的看法啦 不代表一定會是這樣子 那我要先把我的前提講一下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情況下 在國民黨中央的考量 如果你現在去換胡志強 其實 第一個 你有換他的人選嗎 這是第一個要考慮的嗎 第二個換他的人選 可不可以贏過蘇家全 以胡志強在台中這麼根深蒂固 你說實在 你說他跟八大行業的關係不好 其實我不認為 我覺得你在地方當九年市長 你怎麼可能 各方面的關係會不好 如果關係不好 他怎麼可能會去當市長委員會 不過現在的關鍵 可能是台中縣的問題 就如果台中市的支持度 是夠高的 但是他台中縣如果相對上 跟蘇家全有一點落差的話 台中縣跟台中市 是連在一起的 連在一起 你說 你說他當九年市長 只顧台中市 台中縣都沒經營 怎麼可能 那如果是顧台中縣 黃仲英就不高興 我的意思是說 我說我所謂的經營 不是說他想要去吃掉台中縣嗎 因為那時候 說家減有認識 一定會 你在台北市 你會不認識台北縣的人 說家減有認識 跟選舉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民情民風是不對 我先回答主持人剛才那個 我剛先回答主持人那個 我覺得 五都選舉 要現在振錢換將的機會是零 所以如果 如果大家都同意這個機會 可是現在離11月27還好久 這個不是時間的問題 不是時間的問題 這是人選的問題 以及到底特別勝選的問題 因為 站在國民黨 你希望台中輸掉嗎 不會吧 如果台中都輸掉的話 真的有可能 五都選輸 如張天師 張天師所說的 所以可能說 國民黨是想 挫挫胡志強的銳氣 挫挫胡志強的銳氣 但是不是想他根本上輸掉 挫挫胡志強的銳氣 我覺得這可能是有的 有嗎 我覺得也不敢 原先啦 如果說挫挫銳氣 因為他贏太多了 說挫挫應該沒關係 挫挫銳氣我覺得 可能是有的 或是說 給他稍稍一些這個 小小的教訓 小小的教訓 對你講的 那比如說他人緣不好 他其實跟國民黨中央 一向是有 有隔閡的嘛 我們不敢講有摩擦 也有隔閡 因為胡志強幾次接受專訪 都在強調這個事情啊 每次接受專訪都講說 其實我 他都刻意強調一件事情 他講過馬總統有領導危機 他都刻意強調一件事情說 他跟馬總統之間的 溝通是沒有障礙的 那越強調跟馬總統之間的 溝通越沒有障礙 就突顯出 突顯出這中間 其實是有一些矛盾的 如果真的是溝通無障礙 第一個 不用拿出來講 不會被變成話題嘛 第二個他也不用再度去強調嘛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看到他跟中央有隔閡 這是確實的事情 有隔閡啦 但不見得有摩擦或是有衝突啦 那所以剛才韋澤講說 這個綽綽他的銳氣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倒是有 但是打從根本壓根的 這個國民黨中央 不會希望台中輸掉的啦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這是最穩的一督啊 最穩的一督 即使現在目前 他還有9個百分點的民意領先嘛 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民引用的是自由時報的民調 我們剛剛講說這議員這些說法 我基本上我的看法是搏版面啦 因為反正大家都要在這個時候 去搏版面 那我當然要講一些 比較辛辣的話出來啊 包括藍綠都會講這些話 所以這種想像空間是存在的 所以說這種言論 這種論調出來 是可以搏到版面的 所以胡志祥到底有沒有黨內的 所謂的派系整合的這個危機 對他選情來講 有嚴重的負面影響 我可不可以稍微說一小段 其實當一個人在順境的時候 萬般大家都說 你英明啦 你厲害啦 馬總統也是這樣子啊 馬總統剛當選的時候 大家都 這個國民黨內部的派系 這不管是在選前挺他 或是選前稍微給他出點小狀況的人 都說他多好 那現在這個市政滿意度 稍微已經下跌了 不是稍微已經下跌了 結果黨內有說胡志祥說 馬總統有領導危機啦 我覺得這個都會有啦 所以說當胡志祥也是一樣 當你民調跟對手有一段距離 剛開始還沒有發生那個事情的時候 也台中線的矛盾也不會凸顯 現在已經 蘭公是比較走一點下坡的時候 台中線的矛盾也出來了 紅黑派的矛盾 紅黑派是料理跟黑派的矛盾 那就趁機而起了 對 那其他的問題就一直跑出來 做什麼什麼都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看 那人家現在也會揶揄 我就聽到揶揄講說 那個兇手講說 打下去都沒有事情 馬總統聽句話 所以馬總統打下去 就通通不去理他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胡志祥還覺得說 中央都不挺他 因為中央的人都打下去 所以我覺得其實 還募軍奮戰 對 從這個角度來看 胡志祥他自己 不管年底 他是勝還是富 他自己心裡的感觸 應該特別明顯 這個來賓言論當然不代表 本台立場 所以來賓言論 其實也不代表節目的立場 是 對 我 因為 以我的經驗我都認為說 不一定會破 那 你都覺得不一定會破案 到底要掛什麼保證說 那如果沒破 沒破要怎麼樣 那以前的案子為什麼都沒破 這個案子難不難 就跑社會的經驗來看 沒有 他有了他的照片 那 有了他的車號 劉邦寶命案難不難 很難啊 為什麼 明明有了一個憲議員逃生啊 可是問題是他失去記憶了 現在就打牌了啊 對啊 一個秘書 那個什麼雪橇什麼都還在 那他沒想起來啊 我不是要抬槓 就是大家要有那種 不要限期破案 或說以為案子一定會破 案子沒辦法破 那一定有他的原因嘛 我剛剛講的重點就是說 那為什麼代指會 跑到民進黨立委手上 為什麼民進黨的市議員 是有這麼明確的線索 而且後來證實是真的 為什麼 就專案小組裡面有人把資料給他 我才不管什麼 國民黨沒有 你怎麼會有資料 資料哪裡來 那個資料一定是看過監視器的人 才知道嘛 監視器我們是禮拜一 我們才看到 上禮拜他就講啊 所以講得都對 民進黨市議員的進度是 遠遠超過大家 超越很多 你怎麼都知道 我不是嫉妒喔 你說你有獨家新聞 不是啊 他是議員你不用跟他比 對那你消息哪裡來的 有人提供 不會天上掉下來 對嘛 就是有人提供 那是誰嘛 那提供的動機是什麼 絕對不是要協助辦案 是要修理胡志強啊 不是處理 是修理啊 為什麼 誰要修理胡志強 對那誰會有嘛 誰會有那些東西嘛 你一路一路 你公國 那個整個焦點 都不是都散掉了嗎 我簡單講一下這個 因為我講這個 坦白也不太有人會理我 我希望主持人 能夠青睞一下 這個啊 五月三十一號王卓軍去跟江儀化報告 那他報告的時候是報告炮茶還是報告打牌 他報告什麼 對 如果胡沐元跟他講炮茶 他就是報告炮茶 那胡沐元如果有跟他講打牌 他應該就報告打牌 對因為我幾乎是沒有信心的 所以我是要兩種可能都把他補上去的 那如果四個警察去炮茶的話 王卓軍要請辭什麼 嗯 炮茶幹嘛請辭 隔壁發生槍戰 然後腳頭被打死 我們在這邊炮茶 為什麼要請辭 好 就算四個警察當時正在東南西北在碰 欸 王卓軍請辭 請辭叫什麼 怎麼是王卓軍請辭 王卓軍請辭這件事情是江儀化說的嗎 所以我說江儀化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做這個注意 因為他很自然就講出來 就剛剛光琴提到那個那個 他去友台那個專訪 就很自然講出來說 這個警政署長跟我請辭 你這不能講的 除非你就是要準辭 不然你把他講出來幹嘛 因為你未留啊 然後昨天他又講了一遍 他在友台講說請辭 我們都以為一次 昨天都兩次 兩次 到底是幾次呢 那為什麼會有兩次 發生兩個不同的事情 對 是不是一開始講炮茶 說我請辭 我發現是打牌 那我再請辭你又未留 江儀化他比較適合回台大去交輸 顯然坐不了那個位子嘛 那我請問大家 大家實際事實上 如果到目前我們 因為江儀化是相信王卓軍沒有吃案 所以如果他們版本是炮茶 第一次跟他講是炮茶 那為什麼要到警政署長請辭這個地步 不合邏輯嘛 不符合比例圓的 即便打牌警政署長 從來沒有警政署長 因為警察打牌 而下 也請辭了 除非他把案子吃掉了 像姚高橋 那個北投商人 被陳基金綁炸彈有沒有 86年8月的時候 那應該是本來的報告是說沒警察 結果現在有警察 從沒警察到有警察 比較嚴重 5月31日他現在報告就是有警察了 就已經有警察了 對在做什麼而已 這個東西江儀化要不要出來講一下 不講啦 沒辦法講 那這裡面有沒有問題 問題很大 所以剛剛惠文點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 到底是誰把這些資料 給民進黨的市議員 檢警的單位專案小組 或者是所謂的政府高層 知道這件事情的人 是不是有把整個事情 當做政治操作的素材啊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這中間的過程還是疑雲重重啊 就是報告的過程 我補充一下 其實我兩天前我就說 王卓鈞的責任沒有釐清 他本人應該要親口出來講 他什麼時候從知道泡茶 變成知道是打牌 這個時間點要交代 那但是現在是連胡局長 都說他第一時間點 看到的是泡茶 所以他們兩個人現在 並沒有明顯的矛盾 但是我覺得他為什麼要辭 他只要感受到 全國緊記的糟糕到這種程度啊 我覺得就只夠讓他辭掉 就覺得不好意思 就說他辭掉 不好意思 我跟你說 我做警察輸定 搞得這樣 我黑白一碗 好來好去 我覺得就足夠讓他辭掉 並不需要在特定點上 他感到說非辭不可 那這個喔 這個案子最後會不會破 我沒有排除說 這應該沒人知道吧 我覺得有可能是 到最後都不會破 但是不破的可能性有兩個 一個是太難了 困難度太高了 那另外一個呢 不想破 就是昨天我們友台講的說 不能破 不會破 不敢破 一破就糟糕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現在要借這個節目的時間 向中央 向馬英九 向那個部長跟書長喊的話 即便這個槍手是現任的警員 槍手是現任的警員 即便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因為昨天他們節目裡頭 有討論到 不可能吧 有討論到 就是最壞的討論 這個照片都已經公布了 他有討論到說 是爛咖的警員 退休的警員 跟警戒關係密切的 我們就想最壞的 就算是這樣的話 也非破不可 你今天為了搶救選情 為了搶救那個胡志強 越快破越好 因為人民會原諒你 人民會原諒你 如果你認為故意不破 不管是在哪一個層次 故意不破 也可能是中階 或是下階的警員 警戒 不是我們可以一路上綱 我覺得越往上 越不想破 那你真的是好笨好笨 那我覺得國民黨 也差不多應該要垮台了 所以我覺得 普通常識就好了 這個案子不管是誰 開槍的 都要破 只有破了 才救得了胡志強 他現在是盡力去破 如果說真的沒辦法破的話 有兩種可能 就是剛才沈到了講 沒辦法破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線索太少 太難確認是誰 這是辦案的能力的局限 一個是難破 一個是故意不破 好我們先接一下觀眾電話